前首相德斯里纳吉声称 第16任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殿下特赦他的时候 所签发的王室特赦指令的一项赋录 允许他以居家居留的方式 服完剩余的六年行期 对此纳吉这个月1号 已经透过了丹斯里沙菲仪的律师楼 向吉隆坡高厅入禀司法检讨 根据纳吉的入禀书 有关赋录是由10任国家元首 在1月29号签发 他要求法庭指示内政部长 监狱总监 总检察长吉隆坡 纳敏和布城联邦直辖区特赦局文会 以及我国政府等等 一共期早作为答辩人 以确认王室特赦指令当中的这项赋录 纳吉也要求法庭 立即指示有关的当局 将他从嘉颖监狱 转移到他位于吉隆坡的住所 让他居家服刑 同时纳吉还要求法庭指示答辩员 提供王室附录的原始版本 唐费以及法院认为合适的 其他任何救济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